国际勇联提交报告要改名 没心意年轻人不喜欢 世界短持游泳锦标赛 21日在阿布扎比落幕后 国际勇联举行特别大会 讨论一系列改革措施 英国赛场内幕称 国际勇联主席穆萨拉姆认为 国际勇联这个名称 很难吸引新观众 在本次大会上 国际勇联改革委员会 提交了一份长达19页的报告 其中一项建议就是名称变更 穆萨拉姆称 1908年协会成立时 就采用国际勇联这一名字 在113年后的今天 年轻人的习惯和爱好已发生改变 这个管理全球游泳项目的机构 也应当发生改变 该委员会认为 世界需要一个激发人参与游泳项目 并让人感到兴奋和产生认同的新名称 国际勇联必须听取转播商 媒体合作伙伴 勇迷和运动员的意见 而最为重要的是 要听取更多年轻人的建议 因为他们才是这项运动的未来 国际勇联改革委员会 同时建议国际勇联重新设计自己的标志 重点考虑将水这一元素放入新辉标中 国际台科博协会主席胡萨尔认为 国际勇联应当将相关项目的顶级运动员 转变为社交媒体达人 并提议开设官方社交平台 来加强与粉丝的互动 用有趣内容打造新偶像 以此来吸引新粉丝 美国游泳协会主席布雷顿称 改革委员会将继续评估 国际勇联的媒体曝光方式和营销策略 委员会的任务是提高人们对这项运动的兴趣 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并成为冠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